台铁新自强号列车六号晚间传出争吵声响 原来名女子讲电话不满被其他的乘客喝斥 要求降低音量就气得报警 当下场面十分火爆 另外在高雄则是有货车司机开车右转 但她不仅没有礼让执行车 还没有系安全带 甚至怒呛执行骑士 现在也得吃上最高5100元的罚单 发现货车打了方向灯就要转弯 执行骑士赶紧击杀 眼看差点擦撞 骑士上前理论 没想到尽遭对方反抢 货车司机明明为离让执行车 却比骑士还大声 事发在上月27号 高雄人武区巴德北路 当时有司机开着货车怒呛骑士 但她又转进攻地 不仅为离让执行机车 还没系安全带 现在一并吃上罚单 而另外在台铁列车上也传出争吵声响 女子大声怒吼 就算远景抵达 她依旧情绪激动 原来女子在车厢内 讲电话似乎音量太大 不满遭其他乘客制止 即使家人在旁安抚劝阻 但女子依旧不罢休 事发在6号晚间7点多 台铁新自强号列车上 当时女子讲电话 也看遭其他乘客客斥 要求降低音量 她不满对方口气差 这才气氛报警 经警方安抚双方情绪 均表示不予追究 提醒民众达成大众运输工具 讲话音量还是降低 避免影响他人 也坏了搭车的好心情 记得众文报导